我可以来准备进行介绍 我觉得刚好了吗 先拍一下客人吧 其实我所有的工作当中 虽然我有这个工作 最辛苦就是各载系绝与 但是因为这是自己选择了 敢玩吃敢玩笑 就是这个道理 吴仙 嗨 人家有办法是摇到几乎冬 你看 整人有一个面子 人家来吃一碗 哎呦 吃什么面子 人家说辣家是辣家 其实我最擅长最喜欢就是桑花 就是那个丑角了 对啊 生但寂寞丑那个丑 对因为丑角的话比较多自由花费 再加上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 对 那歌仔细他本身是很重视唱的 对不对 那丑角如果唱的比较不好 人家还比较可以接受 因为他是搞笑的感觉啦 是 再加上这个 Toni Chen 我在荧光沫上嘛 大家就是以翻笑 给大家翻笑为主 对啊 哦 啊你也带我 喂 拖 东西 对基本上都是啦 眼睛基本上都要靠自己 嗯 你自己都不会的话 因为歌仔细 每个人都很忙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我们不只是这样子 也算要搬东西啊 搬道具啊 你知道这样 搬音响这些啊 所以能够自己来就尽量自己 我们会选择歌仔细 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兴趣 那也觉得呢 他本身很美 而且的话 他是台湾的文化 我们就要把它保存着 不要让他流失 因为他是在教忠孝 仁爱 心意和平 这种当中可以 让观众 不只是欢笑 不只是娱乐 学到很多做人处事的这些道理 对 所以我们觉得 要把它保存下 所以你如果做 你喜欢做的事 虽然辛苦啦 但是你也不觉得累 甘之如意啦 这甘之如意是个真 而且你学了歌仔细 才知道 哇 歌仔细其实他很深远 因为他光哦 那个词句要押韵 那个就非常很美 那个词句很美 好头笑嘎 马尾笑嘎 那你看歌仔细的音乐 他也是非常好听啦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门哦 真的 说学逗唱 非常棒的一个艺术 大管啊 尤其他在描写男女的感情 那一种含蓄 那一种比喻 影语 那个都我觉得很美 他的情境 他的唱腔不一样 再配合他的动作 你懂音声吗 他的排布 他的手势啦 小姐有小姐的年花子 有没有 啊那个小生有小生的 老蛋有老蛋的 啊丑角啊 山花有山花的那种 那个都好有学问 圣诞尽莫丑嘛 歌仔细都可以看得到 我做梦 就是土地公来找我 要我出来演野台戏 那其实也是很有趣啦 神明拣选的 我那时候被拣选到 我就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会来找我嘛 后来在梦境就告诉我 因为我有名嘛 我就讲了一句话啦 那有名 孙翠凤也很有名啊 为什么不去找孙翠凤 要找Tony Chan 然后神明跟我说 因为孙翠凤 请他演一场哦 要上百万 一般的众生是负担不起 然后请Tony Chan演的话 我们一个剧哦 全部五万块就可以了 你知道 所以大家负担得起 那因为神明拣选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 但是很奇怪哦 就是103年那一年了 我没有答应出来演的话 我妈妈接二年三哦 就是发生意外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的生来规划当中 真的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他本身基本上是很辛苦 那基本上他是赚不到钱的 那我觉得现在我接触了 我就是 什么事情要把它做好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 尤其我自己都觉得 因为我本身已经是个公众人物了 我不要让同学们觉得 我自己耍大牌 我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对啊 所以我做什么会特别的认真 嗯 喻 嗨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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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人生很聰明,看見青世,大家又說啦 歌仔戲廟會一直都是有歌仔戲 像孫全鳳他們成名的,他們背後也是很辛苦過來 我們希望在這個領域能夠做一個拋磚影域 讓人家注意到一個台灣的傳統藝術 像我們這一次的話,我們到養老院要去做愛心一眼 看到這些身體不是很好的大哥大姐們 他們透過我們的演出,能夠有歡笑、有感動 或者是有一種享受,我們就覺得我們這個人付出挺值得的 而且他們這些人,因為身體健康狀況 他們平時是不可能到劇院去看歌仔戲 而我們今天是把歌仔戲的表演帶到他們的一個生活的空間裡面 那是意義是不一樣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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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